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Miri Facebook 和 IG 我會發放更多不同種類的玩具最新消息給大家 還有按鈴鐺搶先看啦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LICO 好像很久都沒有和大家見面了 我們今天又來這個即拍即買即開箱 近來的天氣真的好冷 只剩5至6度左右 相信大家也要留在家 加上疫情真的很嚴重 大家也要小心好好保重身體 大家在居家抗疫的時候 不如今天就來開箱最新的農主SHF 這個道理安 我今天無死衝出去和大家買回來 和大家拍即拍即買即開箱 我今天的入手價是580元 我又發覺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我和大家去開箱這些SHF 的時候我發覺我開箱之後 很快價錢就會跌一跌 我今天回來再看看卡羅什爾價錢多少錢 好像這隻道理安一樣 已經加了100元 已經去到680元至700元左右 不知道我開箱之後 價錢會跌成怎樣 或者升成怎樣 這隻就是一個雲限龍珠的SHF 這個樣子大家應該都覺得 挺熟悉的 我稍後開箱就會跟大家說 其實我自己拿起手的時候 真的覺得它是挺大盒的 比一般的普通SHF 差不多大了一倍 因為它是長方形的盒 也有一定的厚度 我本身都沒有預計過它是這麼大 事不宜遲 不如我們快點開箱看看裡面是怎樣 那好吧 不如我們首先開啡箱看看裡面是怎樣 因為始終這次真的比較大盒 就不太方便在攝影棚開啡箱 我們就拆開它看看 嘩 真的好大盒的 好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道理案 這個尺寸 我自己覺得真的很大隻 我也沒有想過是這麼大隻 盒後面也放了它的姿勢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還有它們 這個 菲利 因為它是它的筋身示威 那好吧 我稍後也拿了這個菲利給大家看一下 好了 那我們就來開箱了 好了 現在鏡頭一轉 我們就近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盒子真的很大隻 再近一點給大家看一下背面 這個道理案背面的長徑 有一個比達 也有菲利 因為它是它的筋身示威 另外它還有一顆龍珠給我們 我們就開箱看看真身是怎樣 因為這隻真的比我想像中的體型大隻很多 它作為菲利的筋身示威來說 其實氣勢也挺不錯的 其實如果大家都有印象 我之前也跟大家開箱過菲利的 其實它在菲利坐在飛行器上 再配上這個這麼大隻的近身示威 我覺得也挺不錯的 我略略給大家看一下 拿著菲利出來 你看看 這隻挺有氣體的示威 我稍後會放它 連菲利的姿勢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不如近鏡看看這隻 道理案先 嘩 這次這個 我自己看上去 那隻腳 就遠一點給大家看看 我自己就發覺 這個雙腳之間 其實都分得挺開的 但都算接受到 因為始終是比較龐大的身軀 比較難平衡它的上身 也有兩個頭送給我們 有兩個不同的表情 可以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我先打開盒子 很重 就這樣拿盒子好像有點難度 嘩 這隻道理案很聚手 好 大家看看 也有360度 讓大家看看 肩膀的甲 就是上下 這樣扭 好 好 那關節這麼大件 其實都是很 很 很 暢順 而且 真的 他的腳是很 很 另外 還有兩個樣子 給我們 大家看到他的樣子 有沒有一些 似曾相識的感覺 如果你是香港人的話 我相信 大家都一致 去認同 他這次的獎相 是跟 某一位達官貴人 差不多100%相似的 我想 明白就明白 大家應該知道我 正在講 誰 如果你知道 可以在留言 都跟我說 我講 就好像 你們就 留言好 好 另外 還有一個 探測器 還有七星珠給我們 另外 手方面 其實他還有 1 2 3 4 5 5隻手給我們 5隻手 好了 事不宜遲 我就要拿去放下 姿勢給大家看看 好了 現在我就擺好了 第一個姿勢 作為 南美星第一個 和無限 吳範面對的敵人 吳範為了救天敵 又再爆發潛力 一腳踢開了 杜利安之後 就被菲利命令 立即要追著他們 當然 無限和 吳範的實力 無限只可以 使出太陽拳 去遷就人 其實我自己 都挺喜歡 杜利安 這個樣子 我覺得 顯得他 挺憤怒的 我們可以近一點 給大家看看 他的樣子 因為其實 他這個 始終 體積比較大 他做一些表情動作 就會誇張一點 我就覺得 這個 都挺搭他的 這個樣子 好了 那我們就 放下一個姿勢給大家 看看 到這個戰鬥的姿勢 這樣看 大家有沒有覺得 好像一個雙撲手 這樣的感覺 因為他的身形 真的比較大 所以就不會有 站不穩的問題 不過 他的腰是這麼粗 就不會像其他人 可以轉腰 但是他的腰腹的問題 在這裡 其實都可以上下這樣扭 他就有這個變動 他的幅度都可以大 而剛剛所說 他扭這個腳 其實都算是很靈活的 但是呢 我就發覺了 我現在手上的一隻 大腿內側 去到這個位置 有少少屁口 這個可能是 我又中了招了 這方面 你不知道 你那隻 有沒有我這樣的問題呢 我自己 就覺得 這一隻 其實換味感 都很重的 好啦 其實因為 道理案 合起來 出場的時間 只是十二分鐘左右 十幾分鐘而已 而我又沒有比達 就做不到一個 屈手的場景 給大家看 那我們 不如現在 就要請 我們的菲利大王出場 好啦 我們就 放菲利出來 給大家看看 好啦 去到今天最後 放回飛行器上 那個菲利在旁邊 這樣顯得菲利 真的好有 這個宇宙霸王的感覺 看回的比例 我們 在劇照上 我看回到 那個還原度 接近100%還原度 非常之有型 其實你不要以為 它這麼大隻 放回那個菲利在這裡 其實是適合尺寸的 其實 接下來 4月 還有一隻 雲限SHF等著我們 就是去另一位的近身示威 就是這個 外星美男子 殺波 到其時 就可以放回一套 給大家 儲齊一套 到其時 這個 拿著一粒龍珠 殺波 拿著兩粒龍珠 可以再和大家 一起去開箱 我們期待 4月份 雲限SHF的龍珠 好啦 我們今天這條 即拍即買即開箱的片 又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 都喜歡我這些片 麻煩大家 LIKE和SHARE 一條片 還有最緊要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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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下次見